哈喽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小林 今天还是一样的 川树老哥的那个爬山视频 他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在山里面装有了大半天 还是一样 2.0的cvt 然后呢 还是一个前驱车 对 然后老家可能是铺了这种新的马那个 水泥路面嘛 所以说跑的会舒服很多 加了护栏的 但这个路呢是真的是非常窄了 我看到小心翼翼的跑 其实这种路也跑快不起来 因为 他太多 弯了 而且呢 他的坡是蛮抖的 说实话 所以说这样子慢慢跑是最安全的 还有就是非常考验这个车的那个操控的 不是说那种操控乐趣哈 就是你那个转向精准度了 如果说是你的转向 有点而虚伪啊 什么之类的话 其实伸手开这种路很容易就是要么刮左边就是刮右边了 所以说呢 这台车呢 还是不错的 不吹不黑 我们还是继续会上这种奇怪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同时呢 还是说到动力还是够用的 两驱车我也觉得很惊讶的 因为我一直都迷恋于市区嘛 但是呢 这几天看这个视频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其实 就是搞个罪业 想去拍一下视野 是什么感觉 一会没关系 找我 那个咬的速度 好 好 好 equilib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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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 好 我我会看到想到你 把罪犯理你让我帮开掌踪判的 不输 不输 未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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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抑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